現在是在生在你背部的肌肉 現在要伸展展現十足的活力 女大生Angel主修雖然是華文語系 但是為了一畢業 就能進入國外運動用品公司 賺取高薪 現在打工地點就選在健身房 希望強化自我條件和專業知識 我有綠卡 所以就是我基本上就是會到國外工作 有綠卡又有家人支持 Angel可說是人生勝利主 但不是每一位大學生都像他這麼幸運 只能靠自己不斷努力 自彈自唱展現才藝 希望有朝一日成為方大同第二 站穩演藝圈 另一個同樣想穩住 好不容易才獲得代課老師工作的漫漫 為了課堂上的示範教學 還得學習變魔術的技巧 就變成說你沒有辦法再去找這類型的工作 受到學歷貶值的效應 根據求職網調查 大學畢業生起薪平均在26K徘徊 新鮮人要進入職場 甚至得投54封履歷才有機會 也難怪有超過八成的畢業生 將海外求職視為就業首選 八成有考慮到國外工作 主要原因還是跟整個台灣 給這個年輕人的起薪過低有關係 因為看到其實企業今年 願意給新鮮人起薪大概就是26到28K 專家建議面對競爭的職場環境 畢業生想要求得一份好工作 最主要還是要能學以致用 或是增加自己的本職學能 才能凸顯個人價值 在職場裡上輪腳步